今天在讨论Podcast 莫名其妙还是有一些进度 所以我们有成功地约了一集Podcast 在医院的时候跟Timo讨论他在医疗的坑 那我们翻相关的Podcast 谢谢AUT除非叫他翻款 这是一个很棒的名字 那我们就初步再约第一集 然后看那一集录完之后再看进度怎么样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是跟阿妹蒙点 阿妹蒙点再讨论一下 看起来是应该明年初就可以录一集 所以今天就已经规划三集 然后我们还有讨论一些自理相关的东西 像是我们媒体怎么选主持人 因为之前比较是只有一个人要当主持人 就是所以没有什么好讨论 但是现在如果有比较多人要当主持人 应该有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机制来选主持人 但这个我们还没有做 那就是正在讨论的一件事 然后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们发现目前没有一个机制说 要录这个Podcast是否跟GTV和现在价值 或者理念相关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简单在申请表里面会分架议题 然后就说你是否同意这些价值 这个Podcast是否跟这些价值有关 所以你做的东西你不见得要是 长期贡献GTV或者什么样的 你就是承认这些价值 你喜欢这些价值就可以来录 然后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明年就应该会有更多Podcast结束 接下来再请Paul讲绿绿的帽子